观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看的是在这一个AI当道的时代 美国对于晶片出口的限制越缩越紧 我们先回到五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川普执政 他透过贸易黑名单对中国华为断供晶片 当时少数获得出口许可的美商有高通和英特尔 而现在拜登政府以专注保护AI关键技术做理由 宣告连这些少数的这些美国高科技商 他们的出口许可都要被撤销了 事件的主因应该是华为在上个月 推出了旗下第一款的AI笔电 用的是Intel最新处理器 引爆了技术外流的大肆批评 另外美国上个月生效的TikTok法案 也遭到TikTok 它跟母公司字节跳动告上法院 他们以违反美国宪法为由 那么接下来的司法审理程序 将会非常漫长 美国商务部周二宣布 撤销部分企业对中国科技大厂 华为的出口许可 也就是说原本获准供应给华为 手机与笔电产品的美方晶片 被迫禁止销售 尽管官方公告中没有说明涉及的厂商 但外界推估美方再次收紧 对华为晶片的管控原因 恐怕就是这个 华为上个月发布旗下第一支 支持AI的笔记型电脑 搭载的竟然是英特尔公司 生产的最新处理器 这犹如是对2019年起 把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 试图断供晶片的美国大打一巴掌 多名美国共和党议员因此气得跳脚 怒批拜登政府向华为输出美国技术 并且施压华府采取更严厉行动 最终促成美国商务部撤回部分 对华为的出口许可 受波及的美商除了英特尔之外 还有高通 但由于高通目前只向华为销售 比较旧的4G晶片影响相对小 反而是英特尔在出口许可撤销之后 坦诚第二季营收将受打击 英特尔股价周三也应声下挫2.9% 在北京商务部批评美方针对特定中国企业 一再无理制裁打抗 中方坚决反对 过去四年多来 美方对华为在技术与产品方面的大规模封杀 虽然引渡对华为营运带来重大打击 却也让北京当局加速发展自制高科技零件 华为手机产品的零件自制率 更从2019年仅三成零件国产至今大幅提高 例如华为最新高阶手机Pura 70 Pro 拆解之后低润晶片虽然还是使用南韩SK海力士的 但快闪记忆体晶片很可能是自家封装 而且技术水准取得相当进展 尽管美方的加强封杀有可能促使中方科技能力加倍自给自足 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在国会听证会上人强调 美国必须要保护AI等关键技术 但并不需求切断与中国的贸易 雷蒙多还坦言如果北京当局侵犯台湾并且掌控台积电 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绝对毁灭性的冲击 至于上个月底出乎意料的造访北京 并且传出旗下全自动驾驶系统有望在中国落地的特斯拉执行章马斯克 近日却遭美方刑事调查 被指控涉及诈骗的就是马斯克全力鼓吹的自动驾驶系统 而搭载这套系统的无人驾驶计程车 最近传出有望在中国展开测试 还可能把相关驾驶数据传回给特斯拉姆公司 以便训练自动驾驶算法 这套系统目前仍只是辅助驾驶工具 而且过去多起事故都是在开启自驾系统情况下发生 美国检察官因此对马斯克与特斯拉 有没有在电动车自动驾驶能力方面误导投资人与消费者 涉嫌违反证券或电信诈欺罪行展开调查 而美中之间存在争议的还不只有这样 当地时间5月7号 TikTok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正式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裁定TikTok剥离法案 违反美国宪法 上个月底由拜登签署通过的TikTok法案 要求在明年1月19日以前改变TikTok的所有权 由中国母公司换成美国公司 为了反制TikTok在起诉书状中强调 北京当局已经表明不会批准最关键的演算法被卖掉 因此法案既违反宪法修正案 也不可能在实现内完成 而这个托字诀 也可能是当前美中双方在面对关键争议时 其中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方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